大家好,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将教各位如何使用我们的EPM Excel Adding 那安装了这个套件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Excel里面多出了一个争议集叫EPM 点选EPM的话,它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个Excel档案跟我们的EPM Server做一个连接的动作 那我们要如何连接,首先先点下我们的Connection 然后Add一个新的一个Connection 输入我们Database的名称 然后我们的Connection的名称 EPM Server或者是Windows 那我们在这地方输入我们EPM Server登录的资讯 那就会像这样子 输入完成之后点选OK 那我们就会连接到我们的EPM Server 那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Dataset 我们可以将我们Dataset目前的资料 将它输出到我们的Excel档案里面来 在我们第一个栏位,你会选择我们的EPM 它的一个连接方 要连接哪一个EPM 你可能同时会有好几个EPM Server 那像我就选择我们的EPM Server Tool 那在我们的EPM Server Tool里面选择我们的Dataset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我们的名称 或者是说我们用搜寻的动作 会找出我们这个Server里面的Dataset 那在底下我们可以要求一些新的表现 比如说我们可以要求它输出Quality 然后在完成之后画一张 那什么Plus一个Result的一个图出来 点选OK 那我们就会看到 它将我们Dataset里面的资料输出 然后并且将我们的资料也都输出出来 那并且也照我们的要求在最后面画了一张趋势图 OK 那我接下来介绍的部分就是 我们的一个有附加功能的一个 功能一个选项 一样我们选择我们的EPM Server Tool 然后我们选择 contagious view 然后type 我们可以在这边我们可以找到一些 比如说像最小值最大值 一些公式的运算 OK 那我们选择total 然后时间一个范围 然后都选择好之后我们就点选OK 那如此一来它就会将我们 Current A里面和Current B里面的数值 进行一个total的动作 OK OK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roll 那可以将我们的数值 显现在我们的Excel里面 跟我们的Database有点像 有点跟我们Database有点像 OK 那我们选择tag的部分 我们选择 将Current A,B,C 列出来 那它可以就可以选到我们现在的realtime value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epin 一个edding的一个功能 谢谢收看